行万里路规则 根据提示线索 选手先抢答题权 答对者有权在地图上签订答案 答错则比赛继续进行 最终在地图上正确签订位置者得一分 签错则对方得分 本轮一共五题 请做好准备 我们今天去哪呢 请看大屏幕 他是长江生态修复的见证者 他是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 他们见证了长江的变迁 中华巡 生于长江 归向大海 他们是江海回游生物 成年后会从长江口溯源而上 自东向西 行程三千多公里 到长江上游产卵 繁衍后代 长江生态环境 决定着中华巡的命运 伴随着长江全流域生态修复 以及人工繁育等保护措施 目前中华巡放流数量已超过五百万位 人类的这一善念 为中华巡顽强的生命之旅 撑开了一把保护伞 这中华巡非常励志 他们从恋爱结婚到生宝宝 整个回游的过程18个月 而他的回游过程被称作燃脂之旅 因为他在回游过程当中 不摄入任何的食物 他所消耗的脂肪 完全要靠进入长江之前 所储藏的能量 你看他们进入长江 玩得多开心啊 其实中华巡整个回游的过程 是非常非常艰苦的 我觉得用五个字来形容 他们非常合适 特别能吃苦 但这五个字对于思思来说呢 就把最后一个字去掉 特别能吃 我们马上开始中华巡 回游之旅的第一站 请说出这是我国哪个地极市 他地处太湖之宾 明代画家唐吟 曾在此写下桃花安歌 黄伟 我觉得是江苏的苏州市 因为太湖之宾的城市 有苏州 无锡 湖州和嘉兴 第二点其实我不太确定 但是唐伯虎他是江南四大才子 我猜应该是苏州 我把后面的还有两个信息 再告诉你 好的 他是昆渠之乡 中国古典园林及大成者 最正确答案就是苏州 苏州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 作为典型的江南水乡 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物产丰饶 自然环境优美 既要保护又要发展 苏州做出了最生动的示范 苏州占我国国土面积 还不到0.1% GDP却占全国2.1% 与此同时 环境质量保持了稳中向好 持续改善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互促共赢 苏州秀出了最美的双面秀 你要在下面的地图当中 准确地找到苏州的位置 好的 这个答对了才可以加分 答错了 刘宇得分 干净利落 还改吗 不改了 来 我们看看 苏州的准确位置 完全在圈内 恭喜 恭喜 黄伟和刘宇是1比0 接下来我们也特别想听听两位老师 关于苏州你们有着怎样的见解 桃花安哥也是唐伯虎一生的一个自我比喻 也是自我激励 他说桃花物理 桃花安 桃花安下 桃花仙 他这个是一个隐异的甜蛋的生活 而且这也正是唐伯虎一生的写照 他曾经也是一个急居功名的人 但是后来科举受挫之后 转向了另外一种更加自然的生活 其实苏州也罢 桃花也罢 江南也罢 往往就给人这样的一种意想 张杰老师 从自然地理条件来讲 因为苏州是处于我们的泰国平原 那么这个地方的水网非常密布 所以按照有的统计上面说 苏州整个这个范围之内 可以有两万条河 这个长河 短河了 另外它的长度超过了1400公里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密度 另外苏州物产也很丰富 我们之前的一道题 提到了金航大运河 金航大运河开通之后 苏州盛产的稻米 也是源源不断地供应京城 所以有着一个说法就是 苏胡熟天下族 对 这个是在古代的时候 从江苏江南区域 它们的水土的条件 水热的条件 非常适宜于种植水稻 事实上我们现在有很多江南的水乡古镇 包括苏州周围很多的水乡古镇 它们的发展就是由于 向外输送稻米的一种码头 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古镇 我们看到一位选手高高地举起了手 你有什么想说的 有请 我补充几句 因为我长期在苏州工作 那么刚才黄伟讲 太湖周边有苏州 无锡 胡州和嘉兴四个城市 但是太湖它的三分之二的水域面积就在苏州 欢迎大家有机会到苏州去 一个有古老文化 也有现代发达的城市 谢谢 说起苏州来 那真的是爱啊 您会讲苏州话吗 我用苏州话念一句诗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诗 也是苏州这个著名的景点 最后一句你学一下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苏州走一走看一看 下面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第二题 请说出这是我国哪个地级市 三江之口七省通渠 王伟 我猜应该是湖北的武汉市 回答错误 继续听线索 古称柴桑江州巡洋 王伟 这个应该是江西九江市 这回确定吗 这回非常确定 我再来给你把后面的两个信息补充完毕 白居易曾在此任职 有瀑布界大咖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试银河落九天 正确答案是九江 现在 王伟请找到九江的位置 他深深地松了口气 到了这个环节 对于其他选手可能有点难 对于王伟来说 是不是也同样有难度呢 来 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准确无 恭喜王伟 2比0 王伟领先 碰到了一个地图出版社的工作人员 压力是不是有点大 对 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在想第三道题的时候 我一定要尽全力要抢到这道题 然后并且要答对 要圈出来 最想尽全力去争吧 来 我们听听两位专家对于这道题的见解 九江呢 其实刚才已经讲到 它有的古代的地名 包括财商 包括江州 我们大家从这个白居易的琵琶形里面 江州司马 对吧 就是指这个白居易自己 那么当然它还衔接了颇阳湖 所以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 它也是比较早开始对外通商的港口 这是一个长江边的 那么它主要是衔接了 从干江这上面的水系 然后到长江 那么这样的话呢 把江西这个区域的粮食 一些这个农产品往外输送的 一个很重要的交通枢纽 因为古代都是靠水运的 童曼老师 刚才我看见选手黄伟先生 一下子就把整个颇阳湖给套起来了 这个真是特别好的一个做法 套住了颇阳湖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颇阳湖是什么呢 颇阳湖现在是第一大淡水湖了 五十年代之前是洞庭湖 我觉得有一句话 值得我们在这重新回味一下 就是2015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 在江西代表团讲话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要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 要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 而且这话呢 他在2018年5月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又一次重申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为什么呀 因为颇阳湖啊 他不仅仅关系着江西 其实关系着整个长江流域 关系着整个南方 其实也关系着中国 颇阳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唐朝有一位是人叫相思 他说变草新朝落 连天种燕来 什么意思 颇阳湖在冬天的时候 在旱季的时候就变成草 变草新朝落 然后等雨季的时候成为水 连天种燕来 颇阳湖是那么多鸟类的家园 所以保护颇阳湖 不仅仅是说保护江南 保护长江 也在保护着我们的朋友 保护整个地球 是 所以很多当地的民谣说 颇阳鸟知多少 飞时能遮云和月 落时不见湖边草 希望这样的景象 在现在的颇阳湖 我们还能看到 让我们共同保护 鸟类共同的家园 我们再次谢谢两位老师 来 我们开始中华巡 回游之旅的第三站 请说出这是我国哪个城市 两江交汇 精卫分明 诗人李白 在此遇到大社 写下千古明篇 红颜精神发祥地 黄伟 这个应该是重庆市 还有一个信息 简称鱼 正确答案是重庆 黄伟已经都会抢答了 马上奔着那圈就去了 有一种胜券在握的信心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完全正确 恭喜黄伟再得一分 现在黄伟三比零 来 我们听听两位专家 对于这道题的见解 重庆之所以作为三层 跟这个水还是有密切关系 因为它有好几条水在这里流过 然后事实上它这个所谓的山层 是坐在江边的山坡上面 所以这个山层仍然离不开 我们所讲的水 我在想提到的李白在此大社 提到的就是 《朝思白地采云间千里将领一日还》那回事 但实际上李白还有一首七言绝句 跟这儿也是直接相关的 峨眉山岳歌 峨眉山岳半轮秋 影入平腔江水流 夜发清晰向三峡 思君不见 下渝州 对吧 下渝州 所以这个对于李白来讲也叫重庆 那第一次庆呢 是他出川 从这儿就出去了 那走上了一个新的人生历程 那第二次庆呢 就是刚才说的 《朝思白地采云间》在这儿遇到大社了 这对晚年来讲 无论如何是一个福音 其实重庆这个名字的来历啊 是另外一个人的人生的两次大喜事 他是宋光宗赵敦 当然他当时还不是宋光宗 先封了公王 封了公王之后 又告诉他 他可以当皇帝了 所以对他来讲 这是双重庆典 所以从此改名重庆 好 接下来比赛继续 中华巡回游之旅的第四战 请说出 这是我国哪个地级市 屈原故里 王昭君故乡 有五百多案条 好 中华巡在这里放流长江 古称宜林 它是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点 刘玉 移宾是 回答错误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湖北的宜昌 现在依然是三比零 刚才其实我们在这道题当中 有一个线索说 有五百多万条中华巡 在这里放流长江 张杰老师 这意味着什么 宜昌原来是中华群的 一个很重要的产卵场 那么我们很多的 现代的这些工程 包括葛州坝 早期的时候也都设计了 巡鱼 回游 以及产卵的相应的这种工程 我们叫做生态友好性工程 那么包括宜昌后来修建的 自喜长江大桥 也都专门为中华巡的 这种回游产卵 留下了空间 所以这种也是叫做 生态友好性的建筑 中华巡被称作是 水中大熊猫 但其实保护中华巡 可能相对保护熊猫 要更难一些 因为中华巡是水中的生物 所以它要根据水的流动 整个水的流域 不是某一个河段 保护好了就可以 而是整个长江治理好了 我们才能为中华巡 提供一个最完美的 最美好的 最健康的生态环境和生态 这个家园 接下来比赛继续 请说出这是我国 哪个地级市 水资源丰富 有长江零公里之称 抗日英雄赵一曼的家乡 有竹波万里的 蜀南竹海 好 刘玉 是宜宾 我再来给你把后面的信息 补充完毕 中华名吃 燃面的发源地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宜宾 刚才就是一次之差 刘玉来找一找 我不太确定能找对 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 刘玉给的位置 刘玉给的位置差了点 掌声送给黄伟我们的单场冠军 掌声送给刘玉 请你回到突围区 期待你的精彩表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